圣德高僧门的重要答复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 农历正月十九 第十九道答案 传承戒惯内密 至少要有三位接受灌点弟子 对传承戒惯内密的金刚神 会根据人数而切成段分给他们 也会把金刚丸打成份 一并分发给他们 而唯一只有单人接受的真正内密灌点 才会拥有一丈五尺到三丈长的度量金刚神 和一粒显胜的活性金刚丸 这一条度量金刚神属于圣法器 神的最短必须为一丈五尺 长短是经过修法则诀 由金刚本尊定出的尺度 记住 法规铁定 只要接受灌点弟子 没有一条一丈五尺至三丈长的度量金刚神 就不是真正的内密灌点 为什么非要有一条度量金刚神 要明白 度量二字的含义 即是量其灌点师与受灌弟子 两者之间所站的距离 是用这条神的长度量出来的 也就是灌点师站在金刚神的一个端头 而弟子站在金刚神的另一个端头 至少要相隔五米距离 而金刚丸不是离灌点师五米以外 在地子处显得胜 少于五米就是外道 就不是真正的内密灌点 假如只有五米以外的金刚丸 在地子处显胜 而没有这一条测量距离的金刚神 就不是真正的内密灌点 而是内密加持 也许还是用内密在审查地子的根器 有的心术坏恶之人 虚假欲骗之人 还以为自己受到内密灌点了 就开始反对佛法身 哪知他没有无名以外的金刚神 他还在被查审阶段 就落马坠地 腰形毕露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党们执笔回答提问 2018年3月6日 感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